九月,你们可是在雍州城还没找到住处 今日一早,我和娘跑去衙人那里登记了一下 那人说了,若是有合适的就去客栈找我们 我名下还有一套一进的小院子 若是你不嫌弃的话,便送予你了 这怎么好呢?夫人,我不能收,您已经对我够好了 傻丫头,你刚刚叫我什么 苏九月一正,她以为岳夫人说认她为干女儿不过是权衡之策 没想到她居然当真了 娘 苏九月张了张嘴,试探地叫了一声 好孩子,你既然叫我一声呢 我这当娘的送自家女儿一套房子也不为过吧 见苏九月还要说些什么,岳夫人伸手阻止了她 也不是什么大院子,你再这样推辞,反倒叫为娘都不好意思了 嗯,那就多谢娘了 就是房子清扫可能还需要些时日,只能委屈你先住几日客栈了 天,我怎么觉得自己好似在做梦 这些事别说你了,就是我也有些不敢相信 从前人们都说天上不可能掉馅饼 可是你说他们对咱们掏心掏肺的好图个甚 咱家一穷二白的,难不成是看中了西元的本事 苏九月还没说话,她就自己反驳道 可是这话也说不过去呀,西元如今连个秀才都没考中,哪里能入得了他们的眼 她的视线在苏九月脸上一扫而过,忍不住在心中感慨 这人呀,还是要生得好看一些,生得好看的,便是连老天爷都得宠着 九鸭,你莫要思虑过多,大家对你好,许是真的喜欢你呢 即便不是,天塌下来也有娘和西元替你顶着 你只需做你想做的事,谁对你好,咱们便对他也好 苏九月这时才想起王广贤送的匣子 也不知道王大人送的是什么,这匣子沉甸甸的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苏九月随手开的匣子,里头居然装了满满一匣子的银子,足足有二百两 明,还是你收起来吧 这些是人家给你的见面礼,你自己收着便是 归下 爹,你这又是怎的了,我今儿可没干什么混蛋事,甚至连门都没出 哼,你给老字老实脚带,你做身匪妖人就约党妹妹 当然是因为他好看啊 他回答的有多理智气壮,王广贤就有多凶嫩气短 这笑秃在子过然似看上了人家的恋 姐儿们已经扔了旧约维杆女儿,你可摸腰胡来 若似传出什么不好的私情,丢了那们王家的恋 老字绝不请饶你 王启英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王兆还整日说我龌龊,瞧瞧我爹的想法才够龌龊的 你这整日的不好好断官司,捉坏人,在我这儿瞎想什么呢 难道在你眼里,你儿子就是那样的人 是的,逆斯 王启英看明白了他爹的眼神,心里头更加生气了 您可别瞎想了,我能有这么个仙女妹子 回头里承计他们不得羡慕死我啊 说实话,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 人被生甜,还乖巧懂事 只可惜早早地嫁了人 不然我一定宠得他永远当我家姑娘 我就能看一辈子了 你能真显把他当妹子就好,不过凡似妖又个都,可别闹出什么臭闻 女儿甲的明节身似中夭,可别隐为你,让人甲难做 放心吧,爹,你儿子还是很稳重的 呵呵,不信 怎的啦,莫非今日去公正文书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目前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坏事 我自己也很迷惑,事情的走向实在太反常了 嗯? 反常,这又是何意? 我今天多了一个义父,一个义母,还有一个义兄 哦,怎么回事儿? 今日去之州府,碰巧王少爷也来 岳夫人为了维护我,就说我是他认的干女儿 可谁知道那王少爷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非要认我当妹妹,还让王大人也认我当一女 戏源,你说这个王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管他怎么回事,他若是敢觊于你,休怪我对他不客气 苏九月却觉得事情好似不是这样,那个王少爷应当不是个坏人 没有啦,他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还送了见面礼给我 王家父子给的见面礼,差不多240辆 岳夫人也送了我一套宅子,说是等收拾出来了再带我搬过去 怪不得娘和媳妇都如此不安,这好事来的未免也有些太多了些 不过上一辈子,岳夫人和王广贤都是正直的人,应当不会有太多歪心思 王启英也是一个有侠义心肠的人,算不上是个真正的坏人 咱们一穷二白的,这样接受人家的好意,会不会有些不大合适 岳夫人那边,咱们好好帮她开店,让她省点心,多赚些钱 至于王大人那边,便等我以后再报答他们吧 岳母大人,此番前来,可有何事 我,我实在是没了法子,他们没人肯帮我 我也找不到九丫,听人说你在这里读书 我也是想着过来碰碰运气 我弟弟,也就是九丫的舅舅,且而赏五倍人抓走了 一并带走的还有我那折壮壮 我实在没了法子,只能来求九丫 从前听他舅舅说起过,这事似乎跟九丫有点关系 吴熙元的毛子立刻就冷了许多 他没想到他岳母居然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他一个做母亲的,也不想想,自家女儿一见女流之辈 去救他舅舅难道就不是以身犯险吗 熙元,你可知道九丫在哪儿 我听你们佳然说,他来城里寻你来了 吴熙元点了点头,在这点上倒是没瞒着他 九丫他娘家的事迟早要解决 他若是瞒着九丫做了主,今后被他知晓了 也是一件麻烦事 他同我娘住在客栈里,我带您去寻他吧